相关设定,SmartR的相关设定 主要第一个就是先插入一个SmartR的发散新型图 然后再变更它的颜色,变彩色的 另外呢,把它变光泽机,就是立体的 然后最后位置要放在A1到G17这个范围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增加那个SmartR 我这边直接给各位 第一个当然是直接找到一个SmartR 那找到那个循环图里面有一个发散新型图 这个,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把它放在A1到G17 A1就是它的那个左上 右下的话呢,把它往下移到G栏的17 大概这个位置,放开 OK,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变成彩色的话 我把它切回来好了,这边 然后当然你可以把字打上去 它基本上呢,这边会有个学习成绩 然后第一次,第二次到日常考察 这些字的话呢,大概如果你也可以有几个方法自己打上去 再不然就是说,我的习惯是会把这边的栏位名称复制之后 不过复制我理论上不会直接把它贴一个个贴啦 我习惯是复制之后,先放到记事本里面 为什么放记事本呢? 因为记事本里面它可以过滤掉一些格式 否则如果你贴上去,有时候会多一些东西出来 那把这些这个范围的资料贴上去之后的话呢 你记得贴上的时候呢 这个范围的资料把它复制之后 贴到记事本,然后也许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边有多双引号码,你可以用取代的方法把那个双引号给取代掉 然后留下你要的东西,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再把这些资料呢,分别把它贴到我们要的这个 这个里面,学习成绩第一次到日常考,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日常考察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针对这个SmartR做什么呢?把它变彩色的 因为现在是,它等于是不是彩色,那怎么把它变彩色? 特别注意呢,如果你做了一个SmartR的这个图之后的话 注意看一下,它通常只要是一些相关的功能 它会放在上方,会出现什么? 出现相关的格式跟设计 那其中如果说你要变彩色的话 理论上会放在格式里面 跟这一样,理论上会放在设计里面 设计里面 那设计里面的话当然 我们要把它变更色彩 原来是,它是蓝色的跟白色的 把它改成什么?彩色的 那彩色的话预设是辐色 你可以把它改这么多种颜色 其实它这个样式还蛮多的 如果你不喜欢彩色的话 你这个自己再挑一个 那其中的话有这么多彩色 那它要我们做的是彩色辐色 所以是第一个 点选,马上变彩色了 OK,第二个的话呢 它要变更就是那个立体的 那立体的效果在哪里 基本上你可以点选 变更色彩的右边 再点选那个其他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立体的 原来是平面的嘛 如果你要变彩色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面蛮多效果 而且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这么多效果 而且甚至还有一个立体的效果 甚至还要倒在这个鞋 那其中的话哪一个是光泽呢?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游标放在这个样式的上方 它会出现光泽两个字 实际上就是这个我们要的 点击它 OK 那再来的话呢 字就把它填上去 就完成的第一个 第四题的部分 第四题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它一样 这个字已经把它输入了 输入完毕呢 它要做什么呢? 字型大小 11 微软正黑题 OK 所以这个地方 字打上去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呢 把它的那个字的大小 跟字型变更一下 那怎么变更比较快 那如果你点选的是 这个右 左边的部分的话 那你可以从这边改 不过我是建议 你这边改你要改五次 那你要怎么样改一次就好 很简单 改右边这边 把这些选起来 如果你今天是选右边的话 只要改一次就可以了 11 然后呢 微软正黑题的话 往下找 微软正黑题 OK 这样的话一次就全部改完了 OK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看五之一 五之二的话呢 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日常考察 及其右侧的箭头 就是两个日常考察 跟它的箭头 图案样式改成这个什么 鲜明效果 橙色辐色6 所以关键字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 这个日常考察 跟加上 它右侧的箭头 这两个东西先选起来 图案的样式找一下 鲜明效果 橙色辐色6 套用上去就OK了 那怎么做 一先选取什么呢 日常考察 跟这个箭头 怎么两个一起选 按Ctrl键 再点这边一下 记得按Ctrl键 再去点箭头 好 第一个选取 第二个的话呢 去做修改它的什么的样式 题目里面是说 变更它的 图案样式 图案样式理论上 在格式里面 格式里面呢 你可以找到图案样式 图案样式 这边有个箭头 请你找到 那个橙色的 所以橙色是这一排 哪一个是 它要的呢 其实就最下面这个 鲜明效果 最下面这个 鲜明效果 刚好橙色 辐色6 安排的顺序 基本上上面是温和啦 等等啦 不过这个我想 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效果 你将来如果不喜欢这个效果 你可以改一下 好 那改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了 第五支 二的部分 OK 这两个改完 再来最后是 学习成绩中间部分 文字样式 记得啊 关键就是文字样式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一个 什么填满 红色 辐色2 这么一串 其实就是某一个效果 就对了 再来的话 改变它的文字 填满的色彩 就是把它颜色 填满本来是红色 再改回深蓝色 字型大小 改成16 所以1 2 3 三个动作 分别完成 那怎么做 1 一样选取 学习 成绩 这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去修改 它的文字样式 在哪里呢 文字样式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文字艺术是样式 它指的就是这个 你把它点选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个 其实红色的嫌疑就比较大 就是红色的 那基本上 就是最下面这一个 红色 填满红色辐色 霧面浮 什么 齿感浮凸 好长一串 ok 就这一个 点选它 好 第一个动作就完成了 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它要做什么呢 就这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改成深蓝色 那怎么改成深蓝色 切回到常用里面 油漆桶 更正一下 填满应该是填颜色 所以应该红色的是 改为深蓝色 实际上它要的就是 把字由红色改为深蓝色 好 点深蓝色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保留它的样式 可是颜色变成深蓝 那最后的话 字要变成16 字的大小是由这边来改变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16 ok 字的话就变学习成绩 这样子样式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题 基本上就把这个效果做完了 那最后呢 请各位把这一题呢 你最后做完一样 把它另存星档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 我想一样把它存成102A好了 一样 儲存 完成这个102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